詞回、詞曲 李宗盛 曲 曲 李宗盛 今天我認知 做二部沒有準備任何的 考驗的檢驗 因為您的資料包括 我是鼓抱去跟各位說抱歉 但是我會詳細地說明 可能會作為 有機會對各位做一些健康的東西 我想不管是這座的施設 或者是民生待會還有消滑會 我們這幾年其實都合作得很好 我們也是一起合作 不要給我們散除我們實力的安全 好 抱歉 這樣聽得到嗎 那這樣子我先要神奇一件事情 我想我非常贊同律書長的一個剛才說的 就是說抽煙其實是一個後半的頑控 那其實呢 他真的得到病出來的時候 大概已經吃了些下去 所以抽煙對我們來說 不是一個最重的還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它也是一個必要的方法 那所以剛剛小寶寬說 教育的理系都不在 其實我想我們主要是 我們希望是前進的管控 然後再在我們教育的理系 要怎樣的協助學校的地方 所以並不是一個贊成抽煙 而是說這個抽煙的工作 並不是最好 但是雖然是必要的 那我先做一個成功 那再來就是我報告一下 我大概從三個部份 一個從學校 一個從地方政府 一個從教育的理系 那在學校的部分呢 我們一直都要求 學校一定要向 衛生單位 所謂的 解 就是 透茶 雞茶 或者是抽煙 合格的廠商 對象 做事對象的要求 那再來就是在程序的部分 那程序就是一定要 用政府採購法 那政府採購法當然涉及到 司法室的契約 或是定選的機制 我們都有要求 那所以說在契約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頂八折 那八折的部分呢 就是一定要資料育幣 譬如說它 違衛的事項是很嚴重 那當然就是簡約 那如果說違衛的情形不嚴重 那就是有寄點的方式 所以各個學校都有 或是依照他們自己的權責 來遇盡這個法則 所以這是契約的部分 再來是一定要觀衡 觀衡好他的念修 就是說他一定要做好念修 還有留念 譬如說他是外面合他的 他就一定要留念 而且是要自己去留 不是說讓他們抽一份 是自己要去留念 留念四十八小時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一定要做好念修 就是說你採購進來的時候 一定要做好念修 那也就是說 包括比如說他一定要 要索取他的 就是比如說他的 應該說是 不管是化學解念的一個合格證明 或者說他的肉體的合格證明 一定要做好自己把關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學校自己呢 也要鼓勵 雖然他是外養的 不見得有專業的委員 比如說像有些小班的 他可能沒有養師 但是呢 他還是要結合不管是家長 去或者是一些專業專位 他去綁飾 就是說他去上流 因為他是外養合餐的 他就要去廠商那邊 去不定期的去綁飾 或者呢 他如果是食材 他可能是 他自己有設廚房 他食材 他就要去食材的廠商公司 他就要去綁飾 不定期的綁飾 這也是我們的要求 那再來就是 在地方政府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要求地方政府 你每一學年 一定要綁飾 你的學校數的百分之十 至少 但是目前我們去調查 他們都已經有了 甚至全面的綁飾 全面綁飾 那平均下來的話 都已經有了 大概六十八 六十八 百分之六十八 那所以說這是 地方政府一定要做綁飾 那另外呢 他也要 也要就是說 也要聯合 聯合的積茶 也就是他結合 他們的農政跟衛生單位 也要去聯合積茶 然後第三呢 就是 地方政府也要抽菸 就是剛剛 你們聽說 抽菸可能不是 最最重要 但是它是比較的 所以說 目前也是要求地方政府 也要結合 衛生單位 還有農業單位 農政單位 就是一定要抽菸 就是針對食材 食材不管是肉體 或者是蔬果 也要抽菸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地方政府的要求 而且呢 它任何的結果 一定要公布 公布 而且要 如果說是屬於衛生單位 要去裁判的 或是農政單位要去裁判的 比如說 可能 那個 失態相差 它並沒有排到真正的CS 這樣的話就要 交給農政跟衛生單位 去做裁判的工作 這是我們要求地方政府要做的 那在我們自己部裡面呢 其實我們已經訪釋大概三年了 就是說 我們大概也會結合比如說 營養的專業 或者是衛生的專業 專家學者 就是去抽菸 每個縣市呢 大概自訪中四個學校 國中 國小 各兩所 去抽菸 然後每年大概四個小都要一百所學校 那一百所學校呢 目前的話 今年就已經到目前已經 已經保釋了一百三十四所學校 那還有呢 這是我第一個就是保釋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去看它的 團戰公司的食材 的機場就結合農業單位 還有就是 農委會 結合農委會 還有就是衛生署 還有地方的衛生局 跟農政單位 那我們就是去 也是抽菸 機場它的農業單位 應該說說團戰跟食材 那到今年的話 為止已經三十九家 三十九家 那這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聯合機場 那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所謂的抽菸 就是都被我們解脫實材 那目前的話 我們到 我們從十一月開始 十一月才抽 好的 抽菸 那我想各位知道 我們去了台中市 去了台中市 那抽了六月 那是 確實有一件 只不過一個 那我們也公布 也讓所有的學校都知道 包括黨各方面都知道 然後還有就是 地方 就是 也轉給地方政府去裁發 他們也去對那個 我們延到的 家的廠商 那一家的公司 去公布 所以是 甚至很困難 好 這是我們大概作為的 那目前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下校的提選項目 因為我想 各位都有知道 就是收費 以後 我們的資源 或是 商業全會 都會影響我們的 實體衛生安全 所以我們一再的灌輸 一再的宣導學校 務必要有一個 實體衛生安全 有價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你要這樣子好的 食 就是公餐的品質 就一定要有相當的價格 你不能 拼命的壓低價格 你壓低價格的話 當然就不能確保 它的公餐的品質 或是衛生 是會爆炸的 等等 所以我們也一再的要求 那當然還有 就是回收回扣 當然 回收回扣 當然就會影響 影響這個餐的品質 所以我們目前 就是 也一再的告訴 地方 我們一定要去查 有沒有學校 是收取不當的回扣 或者是不當的回饋 所以我們自己 我們現在目前也是 改善就是 我們的評選 你要求地方 政府要改善它的名義 應該是 應該是評選的機制 所以各位應該在前一陣子 大概都有看到 就是說 我們有要求 比如說 你的評選的委員 家長的介入 家長的參與 還有外批的委員 至少要二分之一 或者是上場 是不是適合去當評選委員 等等 這些大概就是 我們對於評選制度的 一個要求 再來就是 就是我們還有就是 也目前也在訂這個契約的辦公 契約大家希望都讓學校 或者公開考來刺激他們自己 跟學校之間 跟廠商之間的一個契約 要主要 包括裡面 荒花食材 還有就是包括 剛剛我們說的罰則 這些都在我們西部辦的裡面 這是大概我們的作為 那當然我們也要感謝 就是農委會跟衛生署 農委會也改建 他也修訂了團體 以及相關的規定 包括比如說 你如果說CS 你如果說本來是CS有證書的 結果你警察就可能是 就是本來不是這個產品 就是有困難會的 他已經違規了 那他可能本來是 我們現在是指定在這 必要是三次他去查 他現在就降低 只要去再次查 有一次不合格 他就取消了這個證 再來就是衛生署也是 他會加強的多查驗 有關學校有訂的 不管是食材或是餐盒 他們也就這樣 抽查的次數增加 所以這都是相關單位的一個配合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代表非常地謝謝 我們這裡單位跟衛生單位的配合 跟協助 然後我們日後也會再持續的 再抽煉跟法式 這都是我們未來會繼續做的工作 所以我想我們就做 這樣簡單的報告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詳細的 你為什麼說我先回答 謝謝 請問那麼殞 細小規模 請進來 蘇豹 window explic 大家 都不在瑪莓 看到 解氹 對